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是用那个 这个地方都没有改 只是说我在这边我假设是执行 Trap Change 那如果有这个Trap Change的话假设我刚刚是用的是那个 我浏览器部分 浏览器的话更改要切回那个设计画面 然后这边的话我用Chrome的话 用Chrome 会有问题 不知道各位刚刚有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切到IE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将来在设计完之后 你要多几个尽量 主流的部分要通通要装了像那个IE 这个内建 Chrome也一定要因为现在智慧影手机上面有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那个Apple上面有那个 那个什么 Suffering Suffering上面也 可能要RUN一下Suffering也有那个Windows版你可能要RUN一下 或者是什么Firefox之类的 有的时候呢不一样浏览器他资源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改成Chrome的话乱起来 他就有错误发生 而且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有问题 怎么又 是不是这个 他会跳出那个错误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有一个是这个地方 他有资源上的问题是在这个TrackChange TrackChange这个地方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不用TrackChange的话 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那个Help 里面 他好像不是用不是用那个TrackChange 他是用Button 就是用Button去检查说 每一 到底哪一个是True 然后再去 去 RUN那个程式 所以 我不晓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那个Help里面 他也没有用那个 那个TrackChange的 事件去 去做处理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你变成说比较麻烦 你变成要怎么样 多一个Button 有没有多一个Button在这边 当这个Button 点击的时候 那你再去Check什么 到底哪一个 怎么的 男女的 har合